提到漫威共生体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毒液 毕竟它也是第一个登上电影荧幕 让人所熟知的共生体 但是在漫威宇宙中 共生体可不止毒液一个 并且厉害的共生体比比皆是 那么这一期咱们就来盘盘漫威里 谁才是最厉害的共生体 第五名 暴乱 暴乱是生命基金会 从毒液共生体中强制催生的一个共生体 在电影中暴乱异常的强大 它可以将毒液打得难以还手 但实际上在漫画中 它应该算是毒液的儿子 它可以将身体变化成任何尖锐的形状 来攻击对手 第四名 屠杀 屠杀是毒液的第一个后代共生体 也是毒液这儿巴金的大儿子 所以 屠杀跟毒液的能力相似 都是拥有着超级力量和敏捷的速度 但不同的是 它的手和脚能够粘附在大多数的物体表面 并且还能制造出一种网状物 还有个不同点 就是它不像毒液一样 变化出来的武器和身体是一体的 而屠杀 却能够分离出它变化出来的武器 值得一说的是 它的弱点跟毒液一样 都是怕高温 第三名 毒液 毒液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 它是漫威最有标志性的共生体 也是第一个来到地球上的共生体 当毒液共生体与宿主结合时 这两种生命形式的生命体结合 才能被称作毒液 如果宿主是好人 可以让好人越战越勇 成为超级英雄 如果宿主是坏人 会使其变成超级反派 第二名 反毒液血清 看名字就可想而知了 该共生体 是毒液家族的克星 与其他共生体不同 血清对火 以及声音的攻击完全免疫 并且专门猎杀共生体 只要你身上有共生体 无论是英雄还是坏蛋 他们就可以将你转换成他们的一员 第一名 纳尔 纳尔是共生体之神 实力强大到可以不依靠宿主 都可以自由活动 纳尔在宇宙之初 都已经存在了 是一个老怪物了 可以说是毒液的祖宗了 纳尔曾经还用共生体之剑 还砍下了天神的头颅 是一个古老的邪神 实力是在所有的共生体之上 好了本期盘点就到这了 小伙伴 你们还知道哪些共生体呢 可以留言评论区哦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大同 咱们下期见